以至于甚至在旧约时代 当大卫在盖圣殿的时候 在历代字上29章14节 保罗在奉献的时候 他讲出这句话 那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念 在旧约时候 大卫王在奉献的时候 他做出这样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 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竟能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成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在这里大卫很清楚 圣殿所有的这些的材料 完全是神给他们的恩典 让他们能够参与来奉献 因为他讲说我算什么 我的百姓算什么 但是因为出于你的恩典 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权利 来造圣殿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权利 但是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权利 来参与 那这种心态 是我们每一个人奉献 那时候所应当应当有的心态 同时刚刚提到第二个字眼 恩情 那就是 Fellowship 同工 因为在这个奉献当中 是一个团队的服饰 我们不是看某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宣教的信心认识 目标是28万 我们不是看某一个人 开一张28万的支票 然后其他人都不必出钱 我们所希望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奉献 团队一个服饰 好像当初在《出埃及记》35章 当神要以色列人 新建会幕的时候 那是第一个神邀请人 来建他的会幕的时候 百姓们 以色列人 凡是甘心乐意的人 都把金银铜 各样有颜色的线 跟了宝石 都带到摩西的面前 愿意来奉献 不是某一个家族 不是某一个人 而是所有凡是甘心乐意的人 这是何等一个美丽的图画 让人心中产生何等的 那种的振奋的感觉 因为我们所做的 不管是少 不管是多 只要是甘心乐意 神都愿 因为这是神的美意 所以我盼望 我们能够今年的认献 比去年更好 我们去年总共有159张认献卡 盼望今年能够超过200张 每一个人都可以奉献 你可以奉献金钱 你也可以认献祷告 你也可以认献你直接的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神盼望看到 好像我们每一个人 像马其顿众教会的人一样 一起加入这个建造奉献的团队里头 求神帮助我们 接下来 也是最后一个心态 记载在第五章里头 第五章他讲说 第五节 对不起 并且他们所做的 不但照我们所向往 更照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献给主 又归附了我们 在这里看到他们的奉献 是一个出于真理的一个奉献 因为他们先把自己献给神 然后归附了保罗跟他同工 也就是神在那个时候 为他们所预备的神的仆人 来做这些事情 那这种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出于真理的教导 因为弟兄姐妹让我们了解奉献 绝对不是施舍 因为神的事工所需要的 不是从人的施舍而出来 因为神不接受人的施舍 原因很简单 因为所有的完全属于神 所有的事情完全的属于神 好像在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上面讲说 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耶和华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 我们的生命也是属于神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是属于神 我们能够有工作也是属于神 我们有恩赐也是属于神 这些都是属于神 假如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真理 以为我们是奉献是施舍给 杨牧师也好 或者施舍给宣道部的执事也好 或者施舍给奉承 华人基督教会也好 那我告诉你 这种的奉献是神所不喜悦 因为在真理当中 并不真正认识神 而且不认识神的心意 所以神要我们了解 我们在奉献以前 先把自己奉献给神 知道说完全是神的 我们只不过把神所给我们的一部分 拿出来献给神 表明我们感恩的心 同时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必须要顺服神 好像在这边所讲 归附保罗和他的同工们 因为他们是在经历这件事情的人 所以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要一个心态 不只是我们先把自己献给神 我们知道这是完全属于神 同时我们也顺服神在那个时候 神所拣选的同工 他们在这事情当中 照着圣灵的指引感动 所编列出来 所要做的事情 我们愿意顺服 这样才可能有同心合意的果效 假如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却不愿意顺服 那你可以想象这种奉献 带来极大的争端 那教会一定也办不了好的事情 事工也一定办得不美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不只是知道说完全属于神 也愿意顺服神 在那个时候所兴起的人 照着圣灵的感动所做的事情 我们也愿意说阿们 那这种奉献的心态 就是神所喜悦 为什么神要我们 有这么多的事情的心态 要学习 当我孩子还小的时候 他们小学里头 每到了圣诞节的期间 他们就学校里头就有一个 叫做Kiss Corner 就是小孩子的一个 可以买东西的一个教室 所以呢 每一年我们就给孩子们 一个人五块钱 他们就很高兴地 拿着五块钱到学校的Kiss Corner 然后去买这些礼物 买这些礼物要送给谁呢 送给我们 送给爸爸妈妈 所以他们就很仔细地去挑 这个要买这五块钱 也不是很多 可是要怎么挑 怎么去选 然后呢 他们就花时间精进去思想 然后就把这五块钱 就买一个 爸爸的一块钱 妈妈的四块钱 然后呢 买好了 就包起来 然后到圣诞节的时候 就献给爸爸妈妈 然后呢 我们做父母 其实不在乎他们 买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在乎是他们 这样的愿意 花时间去思想 去包扎这个礼物 虽然包的是乱七八糟 不过孩子非常喜悦 他们这样的信 钱我们出 孩子带着这个钱 很高兴地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带来给我们 他们心中非常喜乐 我们做父母 也非常喜乐 这个图画就表明出 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 一切都属乎神 神要我们就是 我们在这奉献当中 带着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 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自己也喜乐 神也得到荣耀